我是鸿飞 我现在在三东省锦银市 这里是锦银市的建设南路 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解放农贸市场 为什么要往农贸市场里走呢 因为今天比较早起的 我感觉这个起的早 能在这个农贸市场旁边找一点 比较好吃的东西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 北方农贸市场旁边都会有一些 比较好吃的早点一类的 菜场里面容易隐藏美食 顺便逛一逛这里的农贸市场 大葱 这个是熏鸭25块钱一只 其实我一直想吃那个 就是三东煎饼嘛 就像紫样的 看起来像紫样的那种三东煎饼 然后再卷着一些菜啊吃 但是来这里呢 我不知道上哪里才能买到那种捐 那种三东煎饼 这让我很纠结啊 走了几天我都不知道这个地 东西应该是在哪个地方买的 我记得在我们老家的那个农贸市场 我都买到过三东煎饼 它是呢 一袋一袋包装好的 然后卷一些菜啊 还可以卷大葱吃 煎饼卷大葱 这个农贸市场还规划的很干净 看这地面 非常的干净 嗯 前面好像 不知道旁边能不能看到那个 这个就是卖早餐的那些店或者摊位 这中间还有卖这个杂货的 葱鱼排啊 卖那个火锅 奇材的 卖水果的 那对面全部都是卖调料品的 那旁边那边是卖肉的 就是 过去存在过去那是卖肉的 这里还有活情销售区 全部都是卖鸡鸭的 无仙区 蔬菜区 鲜肉区 海鲜区 那边都是 全部都掀出来 它看上去很干净哦 看这四周 非常干净 那边是卖牛羊肉 但是我不想去看 猪肉 牛羊肉 肉类都在那边 这里是卖鸡鸭的 啊 逛完了 我就是想从这儿穿过来 顺便看一看 逛一逛 这是一条小河吗 不知道怎么说它 有点像护城河的感觉 好了 这里逛完了 我希望这里能找到好吃的早餐 这个视频呢 先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